蔡英文首度访问美国官方机构,过境侯斯顿27小时访马斯尔。 蔡英文8月12日-20日出访台湾友邦国巴拉圭和伯利兹,此行去城过境美国洛杉矶,回城泽过境侯斯顿。 她的专机抵达美国前,总统府发言人黄仲彦在机上向媒体,宣布过境侯斯顿27小时的行程。 蔡英文预计在当地时间下午40左右抵达侯斯顿,并会和正在美国参访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,晚间出席乔宴, 预计超过千台湾侨胞出席,这也是历来在侯斯顿规模最大的桥宴,美国多位政要与国会议员将出席。 当地时间周日,19日,上午,她将扶美国太空总署,NASA,所属詹森太空中心,Johnson Space Center,参访控制中心,太空战训练区。 詹森太空中心是训练太空人的重要基地。 NASA跟台湾在航天科技方面有长期合作,包括发展台湾首个自主研发的姚测卫星福尔摩沙卫星5号,福尉5号。 黄仲艳表示因此安排蔡英文参访NASA行程。 蔡英文周日中午将出席台商产业论坛,在美台湾公司代表都会出席,届时她会发表讲话,下午,她将转往参访德州医学中心新创基地,了解医学新创产业发展。 蔡英文将在当地时间周日晚结束美国行程,启程返台,预计周一,二十日,晚上十一至三十分反抵台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